好,一樣,這個老實還是不厭其煩 從一開始,MayaProject 好,那今天做的是這個預備動作 Antipation Anti-C-A Anti-C-A-P-T 沒關係,拼錯沒關係 好,Antipation,預備動作 好,這個,所以我們設我們的project 到我們桌面 好,這個project window 那麼要把該放進去的放進去 在我們的這個andi這邊 解壓縮 好 把我們的檔案放進去 since 貼圖 sauceimage 好,那另外還有一個 在資料夾裡面 第八週 給你們一個模型叫做辦公室的椅子 把他copy到你的since裡面去 OK,好,這完整我們預備動作 好,所以我們就開啟我們的andi 好,接下來匯入我們的辦公椅 好,那每個人建模的大小比例不會一樣 所以這個辦公椅有點大 好,他就匯入進來 所以他會多一個群組 沒有關係 好,在這個群組裡面 我們先把它拉出來一下 有點很大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不要吧 欸,等一下 還是要 欸,等一下 這什麼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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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還是不要去動它好了 Opchair connection 好,大小比例縮放 OK,他是用 他不是那個圈圈 他是整個這邊 好,那這是屬於辦公椅 你抓這個controller 把它先拉到外面去一下 好,那當然你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把辦公椅變大 一個是把這個人變大 看你個人喜歡 OK,好 好,那這個比例詞的部分的話 建模會講 就是說順便也提一下 好不好 在我們的這個setting裡面 好,那當然所見習所得 它到底是多大 你們自己就是感光去認識就可以了 可是例如說 在我們來說 就是說 這個一格到底是多大 OK,這個裡的放光一格是多大 好,在你一開始選擇 你可以 它的內定值是公分 OK 可是公分的話 你的那個人 一百多公分就很大 對不對 OK 所以有些你會進來 為什麼模型比較大 為什麼模型比較大 所以這個我們通常在 例如說在狀案裡面 就是說好幾人一直在工作 我們都會講好說 目前的這一個 是用公分的呢 還是用公尺呢 還是用英寸呢 還是用等等的方式去進行 OK 好,那有些人都 Don't care 反正你進來我就拉拉拉拉拉 那就是了 可是大家會講好 因為我還要放大縮小於大堆的 那大家都講好 就是說這個我建模 大家都用公分字 然後這個一格就多少 可是你說人就要一百八 那如果你是用人物的話 你可能用公尺 對不對 1.8公尺會比較好 Anything 這你自己去 大家有一個共識 好 好 那你自己決定好之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當然第一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人就不動了 我們就把這個椅子 拉到後面去 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以它合適做下去的為原則 OK 所以你要建模的時候 你就要去配合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第一個工作呢 就是讓它做好 做下去 然後呢 等一下 我們今天要做的一個項任務就是 它如何從椅子上站起來 OK 站起來 就做下去一種 可是做下去通常還要往後 你不會 人不會直接一屁股就往椅子上坐吧 對不對 你都會看著椅子對不對 好 慢慢這樣蹲下去做好 然後再轉正 那因為它動作就很多了 所以我們先來練習比較簡單的 就是說從椅子上 我要把它坐下來 這個 那怎麼辦 好 那先調好位置 然後接下來呢 當然就是 這個 這個 還是把這個 稍微再往前一點點 好 那這個人要往後 蹲下去 好 所以看起來是 又夠太大了 好 把它縮小一點 好 把它縮小一點 好 差不多 OK 這兩腳應該可以這樣自然的放進去 好 差不多了 記得把它存檔一下 好 好 這時候我們去Andy Sitting 好 同學操作